给大家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不管你是主玩什么位置的 打野位你必须要练一两个英雄 所以说大部分情况都可以拿到自己的位置 但是难免有的时候队友都不会打野 这个时候就需要你上了 我知道你肯定会说你打野一点都不会 没关系 耐心看完这个视频 我慢慢的教你 这局是一局2321分的点方赛 算是王主任奥里面最顶尖的对局了 在这里每个选手的操作打法 对普通玩家来讲都是教科书般的打法 那么且看我这局局有金 怎么在这么高分的局打出节奏 对面打野是韩信 前期非常弱 橘子打野前期很强 但是这局别去反野 为什么 因为对面中路抢线很快 非常不利于反野 所以直接红开就行了 如果一件事的收益是未知的 那就不要去做 分断越高又要求稳 韩信一级是肯定不敢来抢橘子的红的 直接先手交成键 到时候一分钟抢和线 中路清完线之后 亚瑟竟然抢到了韩信的来 这个时候不要刷野了 过去接一下队友 队友估计顺路被包 很容易被带走 直接走过来逼一下降落位置 打出他的闪现 这个时候别去刷野了 一分钟和线刷了 直接拿掉 虽然说我现在有逞 但是这里韩信没来抢和线 所以惩戒可以留着拿来 对面韩信蓝被反了 肯定会想来拿我们家的 留着惩戒韩信就几乎抢不到了 趁韩信没过来 赶紧刷掉蓝buff 不然等会儿他带队友过来 就不好拿了 刷完第一圈野后 到四级可以抓一波人 如果对面一手好 抓不到就不要强抓 直接来拿第一条龙 龙队整个团队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这么说 不会扣龙的打野 根本就不能叫会玩打野 特别是头龙和双扣龙 对团队的争议都是非常显著的 打到四分钟 人头才1比1 非常正常 大家都是会玩的 不可能那么容易的被你击杀 所以这个时候龙队的收益 就更加重要 像这局打到现在 对面韩信一条龙没开 我开了两条龙 就这一点 我已经比韩信强了太多 分钟越高 你就会越经常看到一个现象就是 大家会不约而同的 集合到中路帮忙抢线 因为哪方先清掉中路 哪方就可以先压边 直接往中靠方法师抢线 珈罗被定了 可以打 烟反过来最后冰住 烟反跟上 细血收到珈罗 这个时间点换掉珈罗是不亏的 对面韩信也不在 没办法偷演 也不能推塔打出节奏 反而打断了珈罗的发运 我们血战 既然高分段打架这么少 大部分时间都在拼运云 那么操作是不是就不重要呢 错 操作在高分段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说打架少 但是恰恰因为如此 操作才更重要 需要更多细节 很多时候可能你一个失误 就会直接让顺风局变成逆风局 细血清炼 马卡大招两段烟反撤出 不着急上找机会 联络大招结束 居合晕住 烟反烟反收掉韩信 对面都为技能慢慢打 居合 烟反烟反 细血 张飞大招没收掉 也别追了 没有意义 直接趁韩信不在 反他来 像韩信这种极度缺乱的英雄 把蓝反了 几乎就是要了他们的命 六分钟韩信在他下路线 弹丸肯定会转中 直接去到蓝buff野区蹲他一手 他来了 烟反 聚合 A 烟反 快速晕住上他没机会交大 烟反过来封他位置 慢慢卡他位置 压色来了 他走不掉的 压色直接抬走 还竟也死了 没人能守塔了 直接退到对面中一塔 配完一塔 进野区继续反野 这就是节奏 能持续的带来优势 细血 聚合 A 烟反 烟反 承接收掉红buff 压色被留救不了 直接卖 以免自己也被留 节奏真的是个很可怕的东西 一旦打出了节奏 那么被压制的一方将持续逆锋 并且经济差会被越拉越大 可能短暂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就是这样温水煮青蛙 弯弯的蚕食掉对手的防御塔 让对面无可奈何 只能等输 除非对手能找到办法断掉节奏 或者拖节奏破局 所以说对面知道有经济差打 不过 一直不跟我们打 没我手塔 韩信也一直尽力出来 倾向想拖到后期 但是热波还是被压色逮到 被打成了残血 这里我们直接卡视野 包过来找韩信 平A 聚合收掉韩信 对面本来就逆风 现在还少人 等会我们强开 他们是很难挡得住的 拿下暴君buff 压下落高地 牛邦上了 张飞直接喷大 并开启干扰 烟反 烟反 平A切掉双C 双C一倒 游戏基本结束 这里我被韩信收掉 但是就剩他一个 根本守不住 直接拿下这局 虽然说这局人头爆发的很少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打架的镜头 但是思路才是最值大家学习 也是最能够让大家进步的东西 为什么有一些人会有瓶颈期 就是因为他们的思路理不顺 大家看完可以把收获留在评论区 不懂地方可以反复琢磨 最后我是格拉 每天让你变强一点点 记得关注 拜拜